昨天下午,有网友开帖爆料,称天龙八部女主角和红山去组坠马,根据这位网友描述,现场所有马体未在马,和红山被从马上甩下,当场全神不能动弹,被紧急送到医院,而昨天晚上和红山发微博向大家报平安。 大家放心,孩子现在还好,谢谢大家的关心,也感谢天龙八部剧组的照顾,没事就好,黄景瑜工作室发布声明,称黄景瑜家暴劈腿,被拍戏出卖自己等都是侮辱,北方言论,黄景瑜和王宇欣已和平分手,期间不存在任何家暴行为,工作室已把取证公正造调内容,请相关人士立刻停举造调, 否则将提起法律诉讼,11月3日,季凌晨在社交媒体中筛出一张,与朋友的合照并配文称,What happened? 稍安,有好友在干河眼下方留言称,你也旅行不错啊,季凌晨也回复称,来啊,然而,却有网友猜测是系恋情曝光的节奏,跟系恋情,和照片里的智慧吗? 这是你怎么看,11月4日凌晨,韩国电影史上的巨星,身心一去是小年81岁,家人为其在首尔格山医院摄灵,妻子妍英兰如今早到达灵堂,一路走好,去外没有, A妹婚夫大维森近日通过综艺节目,正式承认二人已分手,并表示这不关任何人的事,有时事情就是出了问题,没关系,她是一个很棒,很坚强的人,我真诚的希望她拥有世界上所有的幸福 据悉,此前A妹取消与戴维森的婚约,并退还10万美金转件 11月4日,网友晒出一张在上海偶遇正爽看房的照片,佩文称,正爽上海看房,不知道是不是打算作为跟张恒的爱潮,不过爽妹子也太瘦了吧,真的太瘦了,冬天到了,希望张恒小哥哥,能把爽妹子喂得胖一点啊 11月4日晚,悟空原唱戴拳,通过微博发文对假唱,趁,这么大一场演出,竟还有人假唱,不知这还连连撑赞吻,男团女团假唱也罢了,歌者也假唱,你让真唱者情何以堪,针对得起国风精神,佩服,呵呵 这期吐槽大会,王力宏被他折吐槽衣柜里,最多的是破洞袜子,韩宇言说,现场王力宏绝对又穿,王力宏前一秒还在否认没有没有,下一秒就被池子扒下鞋子露出破洞袜子 太简简了吧,蓝简英去世后,多年好友杨曼力宏齐生前一月,他一直想付出,甚至想派中国版飞越疯人员,告诉别人他没有精神病,只是被害了 对于外界传齐生活拉他,第一个发泄起死亡的真姐表示,他家里很整洁,会把东西分类 当然没疯,哎,真的心疼,宁狂选疫苗造假事件被调查,深陷退市困境的ST长生11月1日晚间公告着,自11月5日起复牌,公司将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股票简称将变更为ST长生,面对这一消息,网友们都分,分表示质疑 你们觉得呢?11月4日,重庆多部门联合召开,全面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稳定工作会议 记者从会上获悉,重庆市将从严重危害,公共安全的各类违法犯罪行为,为车辆配备必要的安全防护设施 制定出台驾驾驶员突发情况,处置操作隔范等多方面,全面加强公共交通安全稳定工作,华龙网,而这个安全防护设施,就是下途中的隔离驾驶室 11月3日,原间沙江白隔燕色湖匡的处再次出现塌房 据武警消息,新增滑坡提用费物200万方以上,大级总房量在500万方左右,新增款他匹完全阻隔尖沙江,燕色湖下游已完全没有将水流动 目前甘子周一转移近6000人,永远对大自然抱有敬畏之心,希望这次的事情能够顺利解决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,每日理解今天的话题是,提名你知道,得非常简简的明星吧 妇